大陸的晶片竟然的量能 跟它的良率到一個程度 可以供應這些大陸的科技巨頭 包括了像百度跟騰訊 他們也開始採購之外 晶片自己做 系統鴻蒙自己做 包括了傳出的MAT70 他們基本上已經排除Android 他把Android Google生態系給斷開 晶片跟系統都自己研發出來的話 那就可以擺脫美國的制裁跟控制了嗎 等一下可以回答你 我看一下我同學那張照片 我特別找出來 楊過蕾先看一下 你先看一下楊過蕾的照片 看看 八卦先講一下 也不是八卦 這個其實對我們來講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這個同學 剛剛給了一個最新的照片 對 最新的那個 其實也是台灣的媒體播報的 有趣就是這張照片 過去流傳黑白的比較多 裡面只有四個人 圓山飯店前面拍的 只有四個人 這是2001年 2002年 他們頒獎給台積電 當時有著六位 中間那個首將報的 這個就是蔣上義 蔣上義的應該講左邊 他的左手邊的上面那一位 《野豹》的時候就是楊光磊 就是我同學 楊光磊原來在美國的HP 後來被台積電 台積電找過他好幾次 後來他終於來了 2000年他來台積電的時候 立下了非常重大的戰功 就是他發展了點13微米 就130奈米的這個銅製城 當時這個銅製城 IBM已經發展出來要賣給台灣 賣給台積電 賣給聯電 聯電就是說好 我買 台積電說我不要 我寧可自己發展 然後在楊光磊旁邊 把西裝脫掉搭在肩膀上 就是赫赫有名的林本堅 林本堅就是發明這個DUV 靜潤式光刻系統 或靜潤式曝光系統 Lithography系統的林本堅 他也是台大電機器的 他跟荷蘭商ASMO 有任何的合作嗎 就是他當時發展出來的 這個靜潤式的這個曝光系統 Lithography這個技術的時候 當時全世界領導這個 這個曝光機系統的是 日本的Nikon跟日本的Canon 日本Nikon Canon就是說 我們正在發展 而且我們發展的下一代 是不準備再用這個DUV的 不要再用你這個193奈米的光 黃光 我們準備要做的是用X光 IBM要用X光 而我們準備要用的是 到19.3奈米的什麼 19.6奈米的這什麼光等等 反正技術路線不一樣 你叫還打電話來給台積電 應該是打給蔣上億吧 也可能打給張總統 也不一定 因為我不知道這個到底打給誰 就是說你不要讓那個林本堅來亂 我們這個技術路線都準備好 你來亂我 我們投資都已經幾十億美金下去 來得了 林本堅就不放棄 他就到全世界各地的研討會上 去發表他的凈潤式 因為他的凈潤式又簡單又便宜 就是加一點水 光線到水裡面會折射 那個折射率預算出來 正好可以把當時所用的 193奈米這個光 就可以縮小到 到下一個世代的 莫非就是這樣 當時也講 被荷蘭商撿到 他不是被撿到 他跑去找ASML ASML那時候還不叫ASML 叫ASM 沒有 那個L還沒出來 Limited 因為什麼 他還是這個菲利普公司的一個部門 ASML 然後他就說這樣我們來試試看 ASML就說我們這麼小 我們都做不出來 那我們來試試看吧 死馬當 活馬儀 要完之後公司都要垮了 就用了 而且這金錢非常合理 結果他一做出來第一部 或者第一 我不講第一台 台廳這樣很小 就第一部或者第一套這個DUV的 用晶瑞式的光刻機就打賣 從此就把Nikon跟Canon打到第三名去了 然後他再往下繼續發展 就變成DUV EUV 就變成全世界的領導廠牌 所以這個 剛剛那個張照片裡面 搭了肩膀上西裝的那位 林本健 鞠躬爵位 所以你說他跟ASML有什麼關係 當然是有關係 他的發明 他的專利 所以我想他應該 分享到非常合理的 可觀的利潤是應該的 中國大陸現在金票圖 也就要找這種 可以彎道超車的一些賽車手 彎道就你剛剛講的 就要先找到不同的技術路徑 當初林本健在IBM 那時候他還沒加入台積電 在2000年之前 大概是1997年 96年的時候 他就認為應該用水來做 IBM那個時候認為應該用X光 請各位注意這個X光 這個X光並不是不可能的技術路徑 但林本健就說 當時的條件來講你不合 結果大家就說X光 works 林本健就把那底下用尖子比加 就是說Only for dentists 就只有亞裔才用X光 他來嘲笑他 這個林本健的書裡面寫的 我們再回到剛剛那張照片 我要講的就是 為什麼我特別想講照片 除了我的同學 楊光也在裡面以外 右邊有一位把手插在口袋裡 這位要特別提 就是梁孟松 這張照片過去 為什麼在市場上流傳 只有四個人 就是梁孟松跟他後面那一位 就是被切除了 那就是大家覺得梁孟松 因為天下雜誌有一位老記者 我就不知道講他名字 他寫了很大的標題 他認為梁孟松是叛將 叛徒 叛將的意思 我是非常不贊成這種觀念 因為我就認為每一個工程師 他都有追求他自己要突破 工程技術的這種 個人的理想 你把它叫ambition 野心也沒有什麼不對 企圖心也很好 這我覺得不應該把它叫叛將 所以他這張照片 四個人的照片版本流傳了非常多年 終於這個六個人的版本 原來這是完整版 完整版出現我覺得是還了這個 梁孟松該有的江湖地位了 我再回到這個楊光磊 楊光磊因為他離開區 進入了台積電 幫台積電發展的 點13微米銅製程 點13微米就130奈米的銅製程 非常成功 讓台積電在當時的技術 跟聯電就拉開了一個很大的差距 然後在2000年的時候 台積電又併了勢大 後來變成世界先進等等 又跟台積電 又跟聯電拉開很勢大 所以在2000年之前我們才講 台灣是晶圓雙雄 2000年之後沒有雙雄 就出現你剛剛前面的第一題問到 全世界代工 台積電是60%幾 一個大巨人 聯電就變成幾個小矮人當中 其中的一個 歷史的嚴格 謝謝吳教授跟我們做個補充 對 然後楊光磊講完 楊光磊更重要就是 為什麼他可以評論SMIC 因為他離開台積電之後 他去接了SMIC 就是中興的獨立董事 但是那個時候是疫情 所以他跟我說他其實都沒有 只去開過一次會 獨立董事一年就開四次會最重要 然後他本來想離職的時候 他問蔣上義 蔣爸就跟他講說你先不要走 因為我也在大陸發展 後來蔣上義在大陸發展 不是跟著武漢紅心摔了一跤嗎 他得回來 然後美國那時候 對中國大陸更多制裁 楊光磊就決定離開 但他離開中興之後沒有寂寞 不到一個月就被Intel 請去做Intel的顧問 他又在Intel待了一年多 所以知道Intel 我在這邊會講說 Intel為什麼做Fundry做不成 其實我的主要資訊 就來自於楊光磊 因為他是第一手的參與了 Intel想要建立自己的Fundry Service 叫IFS 建立這個Fundry Service 照楊光磊的原話就是真的很難 他們不懂得這個服務的要義 服務的真正的這個 精髓的要義在什麼地方 台積電把這個服務做得非常好 Customer Trust 對 所以楊光磊真的是在全世界 這幾家大公司都帶過的 你看HP 半導體事業部 然後到台積電 然後到SMIC 雖然是 但是他在SMIC的時候 也去參觀過華為 所以他對華為有相當的理解 然後又去Intel做這個 然後最近有一些中東的土豪 聽說也好做這個 也把他找去談了一下 但是還沒有下文 下次有沒有榮幸 學長 你就會把你同學 一起來起來上看看直播 沒問題 沒問題 那個 陳華飛我收就好 我開玩笑 原來楊光磊背後 這麼多的故事 帶過這麼多國際的 半導體的大公司的領導